大家好,我是英秋万博越 今天是我们英秋万一岁的生日 那一岁的生日当然得做一点好吃的来庆祝一下 所以今天我打算给大家就是做一个脆皮五花肉 有点遗憾是我今天没有买到那种整块的大的五花 买到的是这种就是切好的 所以它既然都切好成这样的 那我们就按这五条来做吧 那我们先就开始 食物一吃 我们现在把五花冷水下锅 放点葱姜 然后八角花椒 先用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它表面上会起那个泡泡 把那个泡泡挑掉之后 再改到小火 大概煮15分钟左右 就可以拿出来上料 好了 它已经煮好了 那么现在呢 表面的水分先给它擦干 现在我们把猪皮表面的水分擦干之后 我们要在它的猪皮表面给它扎一些小影 接下来我们要再调一个腌五花肉的调料 白糖一勺 孜然粉一勺 再来一勺五香粉 那我最喜欢的辣椒也是不能少的 来它一勺 然后呢 再放一点点盐 来半勺白胡椒 刚打了个大分体 倒这个太难受了 再来一丢丢清水 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再放点酱油 那这个调料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要把这个五花就是不切碳皮的情况下 把它切 肉这边就是先切分开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吧 今天再来一碗 把它们切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刚刚调的这个调料 调料 刷在这个肉上 给它 腌制水入了 然后特别是这个夹子 真的拿上 特别是这个 就是 里面 也要刷到 在那个现场看起来这狼狈哦 但基本上都刷完了 然后我们再再多刷一点 然后呢 腌制二十分钟 到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等待腌制的这个过程当中 说话都在喷口水了 闻着这个味道 好腌制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来把它放进锡箔纸里边 说实话啊 我是第一次用烤箱 我现在有点害怕 我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菜做好 做好好的几个肉 它表面上 我们先把它表面的 刚刚调的那个调料 擦一擦 好 然后呢 撒上粗盐 我们接下来要正式开烤 天都黑了 好 那我们把撒好粗盐的 五花 放进烤箱里面 走你 先烤个二十分钟 200度 好 怎么长得很像蛋糕呢 好了 先烤的二十分钟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 哇 一股热浪 我们把表面那个盐去掉 刷上白醋 我们再烤一会 这样看还可以 我们先把这些盐去掉 然后刷一点白醋 在这个猪的皮上 现在我们就来刷白醋了 均匀的把它涂在猪皮上 所以开始在猪皮上打眼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好刷完白醋了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放回去 还是放回去 放回去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次呢 把它调到 这个家用烤箱的 最高温度的应该是 250度吧 这是最高温度吧 然后我们时间久一点 我们烤个半小时 好 半小时之后见 我感觉要成功了 你看 看到了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算成功了 还是 翻车了 尝一尝吧 看起来是有点焦焦的 但你们听这个声音 感觉应该可以 不说了不说了 你们来听听这个声音 听这个声音 听到了吗 看一下这个横切面 我的天哪来一口 嗯 除了有点油以外 没毛病 嗯 有点焦 但是还可以 嗯 还不错 那么我们就用这道美味的脆皮五花肉 祝我们int1生日快乐 开吃 那么看到这一包东西出现在我的彩蛋环节 你们知道我要干嘛吗 猜得到吗 猜到的话在弹幕或评论里打出来 猜不到 没关系 这样猜到了吗 没有错 我今天要做一次 不对 再做一次 红鸡蛋 因为 我们int1是一周岁对吧 除了百天以外 周岁也是要就是做红鸡蛋的 所以我这次要做一个成功的红鸡蛋 不会像上次那样就是 那样的 嗯 这一次我特别就是提前在网上买好了 专门染就是鸡蛋用的那种染料 不是上次在就是那个外卖软件上买的 然后他说要倒一点在这种纸杯里 都差不多这样 然后用那个开水冲化它就可以 应该够了吧 好 现在来搅一搅放开水 然后那个锅里的水开了 然后把鸡蛋煮一煮 煮 呃 来吧兄弟们走起 煮好了 怎么样 这次颜色看着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啊 本来也没什么问题上次的 来朋友们 逮到谁给谁 等一下 嘿嘿嘿 怎么了呢 你不是看到我在那煮鸡蛋吗 来 我们int1不是一周岁吗 对吧 一周岁要吃个红鸡蛋拿一个 只有一个 嗯 现在拿 不 你要用手拿这个是可以洗掉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是洗气 你要沾点洗气 一周岁 可以吃的我刚煮的 哎呦 还没干什么放回来 哈哈哈 放回 来李默 来拍拍 选一个 你好像那种家族区里面的 这种长辈 来 选一个 选一个这个 一个鸡蛋好小 no no 你有真的 123 ok 等一下我都没碎 哦碰鸡蛋比赛你输了 嗯 我会把这两个木都剪进去了 怎么了呢 呕吐了吗 能不能给点好的反应 他虽然只是个鸡蛋 321 nice 来小九 我先不拍你的人啊 拍不到 为什么是粉丝啊 就是上一次做的那个就看起来很可怕 哈哈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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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天的那个 啊一岁了吗 也一样的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可是可以吃的 真的假的 林默和派派已经吃了 那味道呢 正常的 哈哈哈 哪一个哪一个 现在我在 洗澡前不下 OK 谢谢哦 只要我的摄像头网上扬一下就另外一个故事了 Open the door 这是上次的剑鱼上次失败的经验啊 这一次成功了 这鸡蛋吃起来和正常鸡蛋是一个味吗 正常鸡蛋味 然后这个染料就专门for 染鸡蛋的是可食用的 是吧 但你不用专门去吃它你就吃鸡蛋就行 那要我直播吃吗 不用拿了就行 OK那我先拿 拜拜 刘雨 哇这里 这里有一个好标志的人 他在看吧 哇 哇 这一次的是成功的 他不会黏手吗 也会黏 我擦了一下的 可以可以 但是沾到洗漆是好事吗 嗯 哇你的手都红了 对我我待会洗 这次可以吃他们都吃了 好谢谢 好吃掉它 一周年快乐 一周年快乐 曾多这个不在 给他放桌子是吧 柯宇不在家 给他先放着 家园的也给他放着 不在家 还是我的米卡还有丽婉安的 然后他们都不在家 我就先帮他们吃掉哦 满手沾着洗漆 影片完生日快乐 拜拜